冯小刚在老炮中饰演的是一个守旧不妥协的六爷 从角色的角度来看 冯小刚和王硕都是这样的人 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恨情仇可比电影里精彩多了 那个时候的王硕可算得上是影视圈中非常厉害的人物了 他的轮回大喘气等小说都被搬上了大荧幕 而当时的冯小刚呢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美工 他通过郑小龙的引荐认识了王硕 二人刚见面冯小刚就狂拍王硕的马屁 就这样两个人算是结交了 两个人交往了几年之后 王硕发生了一些事故辗转去了美国 冯小刚利用此次机会改变了王硕的小说 《你不是一个俗人》拍成了一部假方乙方 通过这部作品 冯小刚被电影界誉为是贺岁党之父 但让人觉得新娘的是 该影片任何地方都没有王硕的名字 后来冯小刚意识到这一点时 他就仅仅丢给了王硕五万的稿费了事 此事之后两个人便分道扬镳 但又不知道从何事开始 二人又玩在了一起 冯小刚参加了王硕女儿的结婚典礼 还与他一起合作了《非诚勿扰2》 其中冯小刚还大方承认 选决于葛优和舒奇是王硕的主意 两个人分分合合感情扑朔迷离 但要说他们俩关系真的这么好了 也很难评判